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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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Let's go 咱们进入品尝品尝 一线特色美食 小张肉 水袋缝 Let's go 哎呀 个人干这小菜兄弟们 价格都不贵十块钱 哎呀 真便宜 太好了 我的妈 太好了 拔大碗 哎呀 这家主要特色就是拔大碗 酸菜汤 水袋缝 蒸猪血 蒸肉 鸡蛋糕 哎呀 太好了 兄弟们 还有蒸肘子 兄弟们 哎呀 都是特色呀 兄弟们 湿头 太好了 来碗蒸肉 老板 完了 再来个蒸猪血 蒸鸡蛋糕 白丸子 这个几碗呢 一二三四五二 五二三 行 就来这些 哎呀 太好了 蒸肉二十块钱 那不贵呀 兄弟们 水袋是三块钱 批发价 兄弟们 猪血也三块 鸡蛋糕三块 one two three 太好了 哎呀 这是我的环境 兄弟们 小平房饭馆 兄弟们 太好了 小平房 这是价目表 兄弟们 都不贵呀 三块 三块 十块 哎呀 太接地气了 六块 还有个儿个儿的拌菜 兄弟们 哎呀 太好了 还有高楼米饭 兄弟们 哎呀 高楼米饭 太好了 哎呀 上来了 兄弟们 我的妈呀 太有食欲了 兄弟们 一线白丸子蒸肉 水豆和鸡蛋糕 太好了 一等啊 水豆上来了 兄弟们 哎呀 太好了 水豆三块 猪血三块 鸡蛋糕三块 蒸肉二十 白丸子十二 哎呀 这几个下酒菜 还有啥说 兄弟们 真便宜 兄弟们 哎呀 这几个小菜太亲民了 兄弟们 开照吧 太好了 哎呀 这几个小菜太好了 兄弟们 都是一线名吃啊 水豆 鸡蛋糕 蒸猪血 蒸肉 一线白丸子 开照吧 哎呀 我的妈 太好了 这水豆我真嫩呢 啥不见一碗不贵啊 兄弟们 太好了 啥鸡蛋糕 鸡蛋糕太嫩了 兄弟们 看一看 看一看 细嫩 看一看 细嫩 嗯 太好了 这妈 哎呀 尝尝这个白丸子什么味道吧 白丸子看要怎么样 白丸子是属于一线名吃 兄弟们 脏的 这白丸子是 兄弟们 太好了 鸡子 蒸肉 蒸肉太香了 兄弟们 20块钱不贵啊 这一大碗呢 嗯 真香 嗯 真香 嗯 真香 头是肉 稀辣 再尝尝张猪雪这边 兄弟们 一线名吃张猪雪 这小猪雪 稀嫩 嗯 嗯 嗯 热 嗯 太好了 咱们 吃肉 他家呀 也是啊 开了十几年的老店了 兄弟们的 做的都是一线特色美食 而且价格都不贵 都比较亲民 兄弟们 啊 咱们一线特色美食 我又不贵了 今天我要的是俩人的量 这俩人喝点酒 这几个菜 够高的了 兄弟们 这一共三块 三块 三块 六块 六块十二 十二 十八 十八加这个二十 一共是三十八 兄弟们 三十八 再一次结尾三百 这俩人喝酒 我用不上五十块钱 多便宜啊 兄弟们 哎呦 我的妈 太好了 一的 我的妈 这小肉 我的妈 还有啥叔啊 兄弟们 太好了 好了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 喜欢炒块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 对今天的一线八大碗有啥评项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我们下期见 太好了 我的妈 来块蒸肉 俗话说得好 餐饮爱情 好 一线八大碗 不是满足八大碗 一线八大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一定评论留言哦 老板说一下 看我这多少钱 四十三 哎 好嘞 老板 太亲民了 太接地气了 批发价 兄弟们 我会认识 看我好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